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你的宝座安定在天 地上虽然的外邦人在那边兴风作浪 在那边残暴的屠杀 在那边好像没有神的一样 但是你要看他们的眼睛 看见你乃是那至高者 所有的国都是你兴起 也是你是他灭亡 他们的权柄也都是你所赐给他们的 有一天你要再来 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世界里 但是我们的国籍却是在天上 我们是属你的人 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到圣经人物讲座第182篇 我们要来看但一里书的第七章 因为这一章很长 所以我们要分两次来看 但一里看见世界的真相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苦口婆心的一再的吩咐 要爱神 遵行神的话 然而当他们进入美地之后 因为受罪性的控制 就向神独立 离弃神 拜偶像 于是神事先警告的惩罚 就临到他们 国家被灭亡 百姓被掳 主前605年 在约亚境做王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被掳 包括但一里和三个同伴 都在那个时候被掳了 在神整个经伦行动的线上 神有三个主要的行动线 旧约的以色列人 新约的信徒和造费 外邦人所在的世界局势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是圣经的主角 但是当他们离弃了神 神就兴起外邦帝国来管教他们 甚至国家被外邦帝国灭亡 百姓被捕到外邦之地 处于亡国奴的地位 受到歧视嫉妒陷害 在贝鲁时期 外邦帝国和君王 似乎成了主角 可是戴伊里书却见证 这些君王都受至高的活神所掌控 耶和华神才是最高的掌权者 新王 废王都在于他 我用一章简图来讲出这三条线的事 神从亚当一人造出了全人类 可是亚当堕落了 最新进入他里面 于是亚当的族类就一再的堕落 到了人类的第二时代 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开始一个新的信心族类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叫做以色列人 那些没有蒙召的 在亚伯拉罕后裔之外的 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外邦人 我们中国人也属于的外邦人的一部分 那么亚伯拉罕后裔 神应许带他们进入美地 在那里建造圣殿 建造国 但是他们进去之后 却离去了神 拜偶像 后来国家灭亡 国家灭亡之后 以色列的这条线 似乎就从世界舞台上 开始消失了 可是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他们只是分散在外邦人当中 以色列亡国之后 神就借着戴伊里来启示 在外邦人中要兴起四个主要的帝国 一个接续一个 就像是尼布贾尼撒王 在梦中所见的大人像 然后在这个外邦帝国掌权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第四个帝国 罗马帝国的时候 主耶稣出生了 他死在十字架上 为所有的人解决了罪的问题 成就了法里的救赎 然后他复活 成为赐生命的灵 于是从亚伯拉罕 就约的选民当中 产生了犹太信徒 然后又从外邦人当中 也呼召出来 有一个新的族类 就是新约的信徒 团体来说就是造贵 那么这条线 是一直的延续 要到永远 当世界舞台 在继续进行的时候 到了神应许的时间表 满足时期 以色列复国了 这个时候三条线 都来到了这个 特殊的关键点 也就是基督要再来 他要从天而来 带着得胜者一起来 然后要打碎 这大人像 然后他的国 要成为千年国 千年国结束之后 就是引进了新耶路撒冷 那么我们在看 整个世界局势之后 主要是看见外邦的帝国 他们是好像是非常的显著 可是我们要看见 整个从头到尾 是至高者掌权 希望神给我们这个眼光 整个神的经轮 是一直在往前进行的 即使在拜鬼魔的外邦之地 神的子民当中 有少数的得胜者 平的信心 活在神律法书的指引 和规范之下 在外邦人面前 做刚强的见证 使他们的神被高举 这少数的得胜者 所以能得胜 就是他们在饮食上得胜 不吃败过偶像的外邦食物 我们看见外面的环境 好像神的经轮受到了阻扰 甚至被魔鬼打败了 但是借着这些得胜者 耶和华神仍然在主宰的万有 并且借着给外邦王的梦 神已经决定了 被罪信侠制之人 所建立的帝国 就是从起头的巴别塔 宣告人能够胜天的巴比伦 虽然雄伟 豪华 却是头重脚轻 根基不稳的一个大人像 但依理书第一章的重点 是但依理和他三个同伴 在食物上的立定心志和得胜 神让他们四个人 长得比其他 吃了王善的贝鲁者 更可爱 更快乐 并且更健康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就有神的智慧和见识 能够领会事情 胜过迦勒底的一切 则是十倍 被巴比伦王提拔 在王宫中服侍 第二章中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做了一个自己都不能明白的梦 尼布贾尼撒这个时候 刚刚登基作王 又各处征战 国家初创并不稳定 所以他心中忐忑不安 想要知道这梦的解释 然而他在宫中服侍的哲势 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王所做的梦 更避论解梦了 但伊丽与同伴祷告 知道了这梦中的大人像 乃是天上主宰万有的神 事先预告给人 所有外邦人的帝国将会如何 一国兴起 然后衰败 又有另外一国取代 最终当脚趾头出现的时候 会被一块非人手所着的石头 打在大人像的脚上 把人像砸得粉碎 这时候要长成一座大山 就是神的国要降临 并存到永远 但伊丽书第二章 但伊丽说 王啊你观看 看见一个大人像 这项巨大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样子甚是可怕 这项的头是金金的 胸膛和绑背是银的 肚腑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这个第一部分 一部蒋尼莎所看见的 这个梦的形形 是讲到这个大人像 由主要是四种金属 加上最后的泥来构成的 然后当你继续讲 有第二部分的梦 你观看 看见有一块非人手 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项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铁泥铜银银银 从脚到头都一桶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 和场上的康坯 被风吹散 无处可循 打碎这项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全地 这时候是基督带领的 得胜者降临 要长成一座大山 就是神的国要降临 并且存到永远 这个梦中的意象 清楚地预言了 世上的主要四个帝国 和在末世时候出现的 十个国家 但一里用两个 你观看 指出了这个梦中的意象 有两个段落 第一 世上帝国的大灵象 第二 打碎这项的石头 第二章 神给巴银人王的梦 清楚地预言了 世上的主要四个帝国 和在末世的时候 出现的十个国家 并且预告他们的结局 好 这张简图 讲出这个大人像 金头预表巴比伦帝国 接续就是英雄和宝贝 预表马代波士帝国 把巴比伦灭了 然后第三个帝国 就是铜腹和妖 预表希腊帝国 把波士帝国 灭了 第四个帝国 就是铁腿 然后有两条铁腿 这预表东西罗马帝国 把希腊帝国又灭了 然后 这些帝国的文化 还有各种的影响 就一直延伸下来 到了脚趾头 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 预表在末期 出现的十个国家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 要从天上砸下来 这预表 基督和得胜者 要一起来 打碎这个世上的列国 然后 这块石头 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国 在尼布贾尼撒王的梦中 神用五种简单的元素 和一个人像 就把2500多年的世界历史预言出来 这是末后日子必发生的奥秘 我记得我在德旧的初期 读到但一里书 我是非常地震撒 因为在这么多年之前 就能够把世界的真相 然后世上的大的帝国 清清楚楚地预言出来 尼布贾尼撒是巴比伦帝国的开创者 荣马一生 战机辉煌 又是一个建筑大师 即王权于一生 他的话就是法律 是王比法大的金头 在他之后的三个帝国 是接续由神兴起的 一个比一个强大 但是时间也越来越长 可是他们里面的成分 却是越来越软弱 分裂 是一个头重脚轻的大人像 在但一里书的第七章 但一里得到神的启示 从天上的眼光来看世上的帝国 却是毫无人性的野兽 所以第二章和第七章 是一个相对应的 第二章从世界王的眼光来看 是一个光彩的豪华的壮观的大人像 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却是毫无人性的野兽 第七章的异象 发生在第五章之前 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 伯萨萨元年 可是但一里却把他放在了第五和第六章之后 就是为了要显出 在但一里书中的 有三个互相对应的对比 我们看见第一章是得胜者在饮食上的得胜 第二章是尼布贾尼撒大人像的梦 然后就接续了第三章 但一里三个朋友在火窑中的得胜 然后来到第四章 是尼布贾尼撒王高傲 受到警告 然后后来得知了 至高则掌权 接续这第四章 就来到第五章 是伯萨萨王狂傲 亵渎神 墙上写志 当夜巴比伦就灭亡了 接续第五章 是第六章 在波斯帝国的初期 但一里被同事陷害 被扔到狮子坑中 但是但一里在狮子坑中得胜了 这个时候 但一里才写出了第七章 但一里从神得到启示 世上的四个帝国 其实就是四个兽 那么第七章的事 其实是发生在第五章之前的 可是在但一里 他写但一里书的时候 他特别把第七章 没有按照时间顺序 这样的写在这里 就是因为跟第二章 有一个对比 大人像跟四个兽 是相互对应的 一个是世人的眼光 一个是神的眼光 然后但一里三个朋友 在火药中的得胜 是和他在第六章 狮子坑中的得胜 也是互相对应的 讲到他们都在 非常厉害逼迫的环境中得胜 然后第四章和第五章 都是讲到起初的王 还有末后的王 都是狂傲被神来警告 惩罚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但一里书 是有这么一个编排 但一里这点书也记载 但一里和三个朋友的得胜 在第一章 他们遵行律法书中 饮食的规定 胜过了 败过鬼魔之皇善的诱惑 第二章 胜过巴比伦哲氏 对人类历史中 外邦政权总和的瞎眼 第三章 胜过巴比伦哲氏的嫉妒 胜过不败偶像 受火摇的威胁 第四章 胜过巴比伦哲氏的畏惧惹王怒 不敢解冒 但一里为神声言警告王 第五章 胜过英王亵渎神的无知 巴比伦哲氏无法解冒 向王宣告判决 第六章 胜过波斯同事的陷害 被扔到狮子坑 继续为神预言的实践祷告 第七章 胜过看见神眼光中外邦帝国的真相 不是大人像 而是四个野兽 这些章发生的时间 是按照实际事件发生的 所以这又是自隐的神在暗中安排 主宰着地上君王和国家的兴衰 为着神的经纶 虽然第七章的事发生在第五章之前 可是戴伊里却把它写在后面 就是要显出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一个对称 戴伊里七章一节 巴比伦王佛萨萨元年 戴伊里在床上做梦 见了脑中的意象 他就记录这个梦 述说事情的大意 第二章 是神在被掳七十年初期的启示 是给了巴比伦王 彌布贾尼萨 以一个大人像 由五种不同的元素所组成 最终 这个大人像被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 砸得粉碎 石头长成了一座大山 充满全地 这个石头就是神的国 到了第七章 是神在被掳七十年末期的启示 是给了戴伊里 用四个野兽来表征地上的四个帝国 最终要由天上宝座的神来审判 那个时候基督是以仁子的身份 要来到亘古常代者的面前 领受权柄 荣耀 国度 虽然神的子民失败 被掳到被鬼魔掌控的外邦人之地 但是至高的神仍然在掌权 伯萨萨元年 大约是主前553年 或者是535年 这我找了很多的资料 这两年都有出现 这是巴比伯萨最后一个君王 拿波尼度在这一年把王储 伯萨萨封为摄政王 这个时候波尸王古列刚刚崛起 还看不出有能力威胁巴比伦 但是神的时间到了 波尸就攻陷巴比伦 成为空前的大帝国 第七章 但以理做这梦的时候 他大约有七十岁了 神在他梦中给了他一个意象 让他看见 由神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帝国 但以理说 我夜间在意象中观看 见天的四风走起 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彼此各不相同 头一个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候 兽的翅膀被拔去 兽从地上被拉起来 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 又有人心给了他 这个意象开始于一个恐怖的场景 大风刮起 有翻腾的大海 是个长相非常可怕的大野兽 都加重了阴生恐怖的感觉 这是一个由堕落人类 外邦人掌权的世界 大海代表混沌 而没有次序 象征外邦人的世界 在以赛亚书17章提到 祸灾多名闹壤 闹壤犹如海浪喷轰 猎帮鲜花 鲜花犹如蒙水滔滔 但神斥着他们 他们就远远逃避 又被追赶 如同山上的风前康 如同暴风前的旋风土 天的四风走起 刮在大海之上 象征世界将被这四个野兽 卷入持续的动荡不安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表明这四个大兽 都是来自外邦人的世界 因为在圣经中 海就是表征外邦人的世界 但一里七章二到八节 描述了从地中海 出来的四个兽 地中海乃是古人 古代居人之地的中心 神在他创造里的经伦 使地中海成为文化的中心 一直到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历史上人类的文化 成了一个满了风暴的大海 天的四风激动大海 就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这不是说这些兽的源头是天 而是天安排了产生这四个兽的 世界局势 是天来主导的世界局势 四风表征天从四个方向而有的行动 大海被激动 表征地中海周围的政治局势被激动 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兽 表征四个大额凶猛 残忍 毫无人道的王 还有他的帝国 头一个像狮子 这个和第二章大人像的金头一样 代表巴比伦国 狮子是万兽之王 行动敏捷 身性勇猛 残暴 这个兽又有鹰的翅膀 鹰是飞禽之王 鹰刺也表征他的行动快速 兽的鹰刺 表征他是在空中 空中是属于撒旦 那空中的掌权者 所以这个像狮子的这个低头兽 是受撒旦空中掌权者的控制 并且给他能力 我们看巴比伦的国徽 考古学家发现了 这是狮子上面有鹰的翅膀 这第一个狮子 第一个兽既是狮子又有鹰刺 就凌驾一切飞禽走兽之上 表明巴比伦在外邦帝国中 权势威力极其强大 如同大人像中的金头 考古学家曾经在巴比伦的旧址内 发现雕刻的遗迹 得知他们用狮和鹰 作为巴比伦的国徽 这与圣经所记的第一兽相符合 在耶利米苏四章七节 巴比伦是用狮子来表征 那哈巴古还有以西节书 是用鹰来表征巴比伦 所以这两样都有 这个兽的翅膀被拔去 是指的巴比伦王尼布蒋伊萨 因他骄傲自大 不将荣耀归给神 受到神的刑罚 夺去了他的权威 过了七个时期 神又使他恢复 如同兽从地上被拉起来 用两脚站立 像人一样又有人心给了他 使他再次的作王 尼布蒋伊萨早期 残狠暴力 与野兽无异 但是经过神的管教之后 比较有人性 不像以前那样 大势杀戮 在第二章和第四章 尼布蒋伊萨看见了 两个大意象 大人像还有大树 尼布蒋伊萨虽然看见 这些意象 却需要戴伊里来讲解 大树和大人像的头 是相符的 二者都表征尼布蒋伊萨 当金头被神摸到了 树就被砍掉 尼布蒋伊萨 也就从人变成了兽 在第二章的梦里 大人像的头是金的 接续的各个部分 是由不同的金属造成 从银到铜 至终到铁 在人眼中 这四种金属 代表四大人类政权和文化 然而 但伊里在第七章 所看见的意象 却很不一样 他没有看见四种金属 乃是看见四个凶残的野兽 第一兽结合了狮子的雄伟 还有鹰的飞翔能力 但是当兽的翅膀被拔去 可能也表征 巴比伦帝国在尼布蒋尼莎王死后 迅速衰弱 不久就灭亡于马代波士帝国 启示录十三章里面的 从海中出来的兽 也是口 是像狮子的口 那个兽就是敌基督 又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 挺起身体一边 口齿间斜了三根肋骨 有人对他说 起来吞吃多肉 第二个兽 和大人像的银凶堂 和宝贝相符合 表征马代波士帝国 熊的行动缓慢 威严能力 远教巴比伦的狮子回弱 这个兽挺起身体一边 意思是一众一边 如同我们的右手强于左手 以后波士国将远远 抢离马代国 这个兽的口齿间 斜的三根肋骨 预表马代波士将来要吞灭 巴比伦 还有在小亚西亚的 黎迪亚和埃及三个国家 这是马代波士帝国 有人对他说 起来吞吃多肉 表明有一个更高的权柄 指使他在吞并的三国之后 要继续吞吃更多的国家 起来吞吃多肉 也指得 马代波士在战争中极其残忍 据说当时他们兵力胜强 所向披静 常将攻陷城里的人民 全部杀灭 毫无人性可言 启述十三章里 从海里出来的兽 狄基督也是脚 这种熊的脚 此后我观看 又有一兽如豹 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又有权柄给了它 这个翅膀只是鸟的翅膀 不像前面第一兽 是鹰的翅膀 第三个兽 和大人像的同肚腹 和腰骨是相符合的 表征 继马代波士之后 兴起的希腊帝国 豹子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就是代表 他的军队行动的迅速 希腊帝国第一个王 亚历三大 在祖前331年 创立帝国 少年壮志 20岁登基 22岁便领兵出征 数年之内 如豹子一般 迅速战胜了埃及 亚述 巴比伦 波士帝国 一直到印度洋 当他到了印度洋边上 指着印度洋说 前面还没有土地 让我可以去征服 他的臣子告诉他 没有了 结果他就忧郁 生病 在回去的路上 只活到32岁 从东方战场返回的时候 突然死亡 他吩咐人将他的棺材 打出两个洞 把他的两手放在外面 表示他虽然得到了这么大的土地 却是走的时候 两手空空 这是 像报纸 有四个头 还有鸟的翅膀 这表征 希腊帝国 这时候 有四个头 又有权柄给了他 这四头 这四头与八章中的 四脚是一样的 指着亚历三大 手下四个将军 在他死后做王 分了国土 成为四国 这四个头 就是加山德 得到了马其顿 西流基 得到了叙利亚 包括 加南美帝 多利买 得到了埃及 宁西马谷 得到小亚细亚 就今天的 这个土耳其 到了主前一世纪 罗马帝国兴起 就吞灭了 这四个国家 又有权柄给了他 表明 他乃是由 更高的权柄 来管辖 并非依靠 自己的本事 得到权柄 启示录十三章里 从海中出来的兽 也是形状像豹 启示录十三章里 从海中出来的兽 就是狄基督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 像狮子的口 抱的特征 是快捷 残暴的行动 象征希腊 亚历三大大地 熊的特征 是践踏的脚 象征 马带波斯的王 狮子的特征 是吞吃的口 象征 巴比伦王 尼布 甲尼萨 狄基督的兽 含有前三兽的特征 它乃是人类历史上 一切邪恶势力的总和 其后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第四兽 甚至可怕 可惧 极其强壮 这兽有大铁牙 吞吃 嚼碎 所剩下的 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三兽不同 头有 十脚 我正注意这些脚 看见其中 又长起 一个小脚 先前的脚中 有三个脚 在这脚前 连根被拔出来 这脚 有眼 像人的眼 有口 说夸大的话 这第四个兽 就是起书十三章 那个从海中出来的兽 也带着脚 也带着四个兽的 所有的特征 有狮子的口 有豹子 然后也有熊的脚 自然界中 大概没有什么动物 可以用来比拟这个怪兽 不像前三个 有类似的兽 可相比 显然 这个第四个兽 是非常的奇怪 而且是可怕 可惧 但它无疑 相当于大人像的铁腿 和半铁 半泥的脚 相符合 表真 罗马帝国 极其强壮 它有大铁牙 就像大人像的铁腿 这兽的大铁牙 代表极度的残忍 和施咬的能力 正如野兽 可怕的利牙 吃碎 和吞吃猎物一样 罗马也吞噬了 它所征服的 各国各民族 有时候摧毁了 整座城市 比前三个帝国 更加残忍 地上无人可打 这兽与前三兽不同 头有十脚 十个脚 如同大人像的 十个脚趾头 表明在末世 要从罗马帝国 分裂而成的 十个国 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 先前的脚中 有三脚在这脚前 连根被拔出来 指着在这十国之后 要再兴起一个王 吞并十国中的三王 这个小脚就是敌基督 是主耶稣所预言的 行毁坏的可证之物 也被保罗称为 不法的人 灭亡之子 这个脚 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暗示这个小脚 是一个人 有人的眼和口 具有人的观察力 还有聪明才智 可以像人一样说话 夸大的话 是攻击神的狂妄言语 就是保罗预言的敌基督 他是那敌对 并且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 或者受人敬拜者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展示自己 说他就是神 启示录十三章 从海里出来的兽 敌基督 也是有十个脚 那兽就开口 向神说 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当这第四个怪兽 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的凶残 恐怖 无与伦比 今天现代的世上 强国拥有大量 杀伤性武器 一场战争 所夺走的生命 远远超过 历史上的大战 这个兽 将集合 所有强国的力量 比大人像的 半铁半铃的脚趾头 更加可怕 大人像的脚趾头 是静态的 但是这个兽 是动态 似乎 神已经消失不见了 怎么办呢 世人没有盼望 但是我们有神的话 带给我们盼望 战亦里书七章九到十节 我观看 看见有些宝座设立 那亘古常在者 坐下了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他的宝座乃是火焰 他的轮子乃是烈火 从他面前 有火盒流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 势力在他面前的 有万万 审判者已经坐停 案件都展开了 这时候的场景 是突然从地上 四个野兽转到了天上 天上的有秩序 庄严和大海的混乱 黑暗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但你里看到 有些宝座设立 就如同在启示录里面 约翰看见了 有二十四个长老所坐的宝座 但是只有一个 是在那个真正的宝座上 就是那亘古常在者坐下 这里特别提到 耶和华神是那亘古常在者 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之先 他是那创造者 他是永远存在的一位 就在这极度黑暗之际 神的审判即将开始 宇宙的最高法官已经就坐 审判者已经坐停 案件都展开了 今天这地上的所有事情 在神面前都有一个记录的案件 正如诗篇所描述的 为耶和华坐的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立定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判断纵明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足纯净的羊毛 这也是主耶稣在启示录中 第一次显现时候的描述 白雪是从天降下的 表征他的亘古常在 是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从天上来的 纯净的羊毛 是出于生命的性质 是从羊身上长出来的 这表征基督的亘古常在 乃是出于他神圣的生命性质 并不是年纪老迈 他的宝座乃是火焰 他的轮子乃是烈火 从他面前有火盒流出 神周围的一切都是动态的火 火焰烈火火盒 火在圣灵中 表征神是绝对公义的 也是完全圣别的 圣别是神内在的性质 公义是神做事的原则 所以讲到神的宝座 还有火焰 就是讲到圣别还有公义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要追求圣别 非圣别没有人能够见主 我们被主呼召得救了 我们就要被更新被变化 将我们里面的性质也能够成为圣别 我们信主之后要追求神圣生命的成长 以至于有份于神的圣别性质 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 表征神借着审判 带来的公义刑罚 如大河澎湘涌 无人可大 侍奉他的有千千 势力在他面前的有万万 这大批的天使侍奉神 是为着服侍他 他们势力在神的面前 是为着他的荣耀和威严 这就是在旧约中讲的万君之耶和华 那时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 我就观看 看见那兽被杀 身体毁坏 仍在火中焚烧 至于其余的兽 权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仍存留 直到所定的时期和时候 这个时候场景 再次的又由天上转到了地上 但你看到了天上的审判 所产生的结果 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 那兽就被杀了 身体毁坏 仍在火中焚烧 但是另外三寿还会存在 只是权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仍存留 这为什么呢 因为旧道还没有走到尽头 还要等 直到所定的时期和时候 这是在主打败敌基督之后 要带来的千年国 所以神所定的时期 是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 才来到 因为敌基督要先被扔在火湖里 然后才开始千年国 国度的权柄将要赐给基督和得胜者 管理地上万民 地上四方的列国 必须经过千年国 在一千年结束的时候 还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因此在千年国里 可能还会有巴比伦国 波斯国和希腊国 由得胜者与基督一同治理 但是不再有罗马国了 全地都将服从诸天之国的律法 接受基督和得胜者的管制 这个也可以从路加福音中 主说的得胜者要管理 有的要管理五座城 有的要管理十座城 那当时还是有这个政治的 这个范围在内的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仁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 被领进他面前 权柄药国度都给了他 是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 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毁坏 然后藏颈又一次的 从地上的审判 转到了天上 在里看到有一位像仁子的 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 被领进他面前 这里的来 就是基督复活之后的升天 来到了父神的面前 而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预言 你们要看见仁子 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这个驾着天云而来 是主耶稣自己预言 他的再来 在旧约时代 但仪里所看见的意象和时间 在远近的距离上 并不是那么清楚 这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前 讲到旧约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到 对于远处的事情 在远方来看来 远方的三轮中间 看不清楚还有什么距离 所以基督的升天 还有基督的再来 是两件不同的事 可是但仪里当时看见的 好像发生在 同一个预言里面 在旧约中 这仁子降临而来的意象 乃是启示给但仪里看见 但是在这世代末了的时候 基督的降临再来 乃是叫所有的世人 都亲眼看见 这是基督公开的显现 这个意象也是个预言 因为在旧约时代 基督还没有成为人 他只是神子 就如同尼布贾尼撒 所看见在火窑中 和但仪里三个朋友 一起行走的那一位 可是到了新约时代 基督成为人 死而复活 带着人性升天 他再来的时候 乃是以仁子身份再来 仁子来到 更古常在者那里 被领进他面前 也就是菲利比书 二当九节所说的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 万民之上的名 在以色列人 被领之后 是四个兽 拥有了权柄作王 管制应许的美帝 和被领的子民 但是将来 永远国度的权柄 却被赐给了那一位 像仁子的基督 从前的四王 如同野兽 缺乏人性 将来的王权 却要归给 拥有真正人性的那一位 是神成为人的 神人 耶稣基督 他将与生命成熟 被复制成为 许多神人的得胜者 将会一同做王 一千年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生命没有成熟的信徒 将要接受 一千年的补课 然后生命都会成熟 在千年国后的 新天新地中 成为新耶路撒冷 在永世里 都要与基督 永远做王 这就应验了 神当初造人的旨意 所有信徒 都有神的形象 彰显神 是一个活基督的人 也是一个在今生学习 要在生命中做王 然后在永远里 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在世的日子 都是实习生 实习 如何让基督 活在我里面 我与基督同活 我学习在生命中 做王 到了主带来 我们将要与基督 一同做王 神的旨意 是要使造着神 形象所造的人 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 和那宝座上的 自高者一模一样 都是充满生命的避孕 因为在启示物第四章 启示那宝座上的神 是像避孕 然后到了二十一章 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也是用避孕来建造的 以致所有的信徒 也能够跟制高者 一同掌权治理 然而被撒旦破坏的 亚当后裔 就是那外邦人 里面的罪性 使他们成为堕落的肉体 所活出来的 并不是彰显神的正常人性 而是残暴 狂傲 不受控制的野兽 我们今天看世人和世界局势 不能仅仅用人的眼光 而要求主给我们神的眼光 才认得世人和国家的真相 从地中海出来的四寿 虽然是可怕可惧的 谁己意为所欲为 好像宇宙中没有神了 然而在他们出现 为非作歹之后 圣经启示 那亘古常代者 仍然安坐在宝座上 那亘古常代者 就是耶和华神 他将作为审判者 要审判所有的人 最主要的是审判 四个野兽 所表征的四个属人的帝国 在宇宙中 已经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法庭 神的宝座就在当中 要来审判这四个属人的帝国 这法庭所审判的一切 都要被扔进烈火里 在审判的事上 神已经将一切的能力和权柄 交给做人子的耶稣基督 因此 但一里在七章 描述人子基督的升天 接受权柄 就立即提到他要再来的审判 基督的再来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向着爱他 生命成熟的信徒显现 基督乃是像贼一样 隐秘的来偷取他们 如同偷取宝贝 然后基督要公开的带领多圣者 就是心腹军队降临在哈米吉顿 打败敌基督 消灭所有世上 抵挡神的军队 把他们都扔到火壶里 宝座上 神圣别的彰显 火焰的宝座 和无数的侍从 令人心生敬畏 而展开的暗卷 则令人恐惧战惊 但是神却将审判 交给了向人子的这一位 他既是神又是人 他乃是一位 并非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他乃是造的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大祭司 造的不能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 永远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为着神旨意的完成 要我们里面生命成熟 好在他再来的时候 在清联国里面 就能够与他一同做王 他的国必不毁坏 实现了神造人的目的 就是要制服这地 赤寿的权柄 到那个时候都已经被夺取 他们都将被砸碎 被神的国取代 但我们却借着这位向人子的救主 得回了从前在亚当里 所失去的一切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得以向他 并且与他一同做王 我们今天都生活在大人像 还有四寿的环境里 我们却不属于这四寿的一部分 我们的国籍乃是在诸天之上 我们也热切等待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那里降临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 但预理书的第七章 是四个可怕的兽 也代表着今天 世上外邦人所组成的 这个帝国 在这里兴风作浪 叫整个世界 这个风铃浪起 但是我们要看见 主是的宝座在天 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 升天了 得着荣耀尊贵权柄了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是等候主的再来 阿们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